什么情况 尸首怎么不在啊 邱总 一会儿等人散了 继续看场 看仔细点 好 别往前了 快说 别往前了 别往前了 跑退 老退啊 你去哪儿了 坑大 别急 这是谁做了这么伤体害理的事情啊 别往前了 你带着我一起走吧 爸承诞 游戏别人老婆也就罢了 还挖人坟 偷人尸体 太欺负人了吗 欺人太善心了 欺负人了吗 别吵了 别吵了 什么事 找刘勇说里去 干什么 别吵了 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自己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别吵了 不吵了 别吵了 新任东昌府五头秦朗 见过知府大人 废宝 别往前了 不能打人 退回去 退了 不要妨碍公务 别急了 快 光天化日 扰乱宫堂 该当何罪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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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了 买心了 别吵了 跟他们拼了 别吵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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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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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这不会打出任命啊 五时候未必就不是办法 秦部头 不要动手 快吵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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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刘勇 你打死我 看着没 到这儿打 别吵了 来 今天你 大人 您看他们像奖礼的人吗 别动 别动 都给我住口 寻衅滋事 最佳一套 还拔刀 来 杀我 先杀我吧 你要是不杀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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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道师乃是状罪 无干人等 全部退下 回去吧 要不回去吧 那不行啊 事情还没解决呢 就是 好了 好了 乡亲们 本府 已经加紧断案 尽早给各位一个交代 好 散了吧 散了散了 几天啊 几天啊 多久啊 三天 三天违宪 三天 我们就等三天了 行 我们走着呢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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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我们啊 走吧 走吧 兄弟们 散了 坐 坐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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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知府大人 在下刚刚茂灵捕头一旨 实属无奈 请大人恕罪 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这不叫茂灵 这叫请英 本府还求之不得 你说实话 我是不是差人找过你 小人只怕 不能担当此人 那谁能啊 你给我推荐推荐 可是咱们东昌府 你不行 谁行 没有 那没有就你 子凤啊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呢 昨夜 我遇到危险 多亏请大哥出手相救 我们两个 也就这样认识了 昨晚上怎么了 不知道啊 大人 是这样的 昨日 您被一个怪人跟着 贺世卫为了保护您 跟他打起来了 那怪人竟然放出毒风 将贺世卫遮伤 我正好赶到 帮了点忙 啊 昨晚还有这事呢 好玄啊 这 这 这人长什么模样 黑袍 长发 还有白色的鬼脸 那你跟他们交手 可发现有什么异常啊 此人武功之怪 我也从未见过 我也砍下了一只毒蜂 您看看 我看你 毒蜂的毒液 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不过遇点水就好 刘大人 我觉得这件案子 一定少不了秦大哥的鼎力相助 你也这么看子风 正是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秦仆徒 你知这是什么人吗 子风是御前带刀尸蕊 他的面子你不能不给吧 是这个 有理 还有那哥俩 我要没记错的话 你师叫向武 你师叫葛春 对不对 好 哥俩如果愿意的话啊 也跟着秦布头 都来衙门当差 咱们一块儿 共同报销朝廷 行啊 老爷 一会儿带他们回去 把官服跟配刀领了 听见没有 是 行吧 那 哥仨一块儿商量商量 子风啊 咱们上坑里看看 好 带着 秦大哥 有劳了 哥 我跟葛春 真要当捕快了 怎么了 不乐意啊 乐意 乐意 我俩吃荒粮 有啥不乐意的 哥 那你说 我要给这道士案 提供一个线索 算不算离一大功 什么线索 我呀 看见那个铁角 留背刀去 我 走走走 大人 这现场已经都破坏了 到处都是村民的脚印 你 秦木头啊 来 大人 来拉我一把 叫你的人 方圆半里之内 不得有人接近 大家散开 咱们勘查勘查 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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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气勘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境 仔细啊 是 好的 大人 秦仆头 你甭老跟着我 你推就好 你上山上看看去 来 来 去 大人 大人 说 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在咱们这个衙门里头办案 这办一回给多少银子啊 给谁银子 给办案的 五块办案都是公差 那这个公差办一个重大的案子 就比如说刚刚这个道师案 那给多少银子啊 办案 公差 明白吗 每个月拿俸禄的 大人 就是个小银子 大人 脚印到这儿就没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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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伤着吧 孟男姑娘 我没事 真猛啊你是 大人 你看这儿的脚印 我还有一事不明 我知道 你是想问 为什么只有一个脚印是吧 正是 是啊 它怎么就一个脚印呢 咱们想啊 开关之后 尸首不在了 如果说是被人盗走了 至少俩人吧 地下应该相当散乱 现在就一个脚印 那就是一个人背着尸首 那它怎么会一直脚呢 对啊 而且还从那么高的地方 跳下来 维也 你看这脚印 力道相当之大 秦布头 咱这么说啊 可这东昌府 有没有这么个人 说这人啊 右脚力量极大 平时还只用右脚 要么是个瘸子 有这么个人吗 在下不知 秦布头 我瞅你这意思 不像不知道啊 怎么像是知道不敢说呀 再有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刚才在坟地 你是不是看见这人了 不然的话 你不会一直握着这刀把子紧跟着我 我没猜错吧 辉大人 此人名叫铁脚力 不过不是瘸子 因为他一直苦练右脚 苦练右脚 真有这么个人 行吧 带那个铁脚礼 到衙门见我 怎么了 大人 此人的后台势力很大 而且极其互短 那怎么着 那他杀人不偿命 千丈不还钱哪 您不害怕吗 我不怕 我都被变成致辅了 我还怕个屁啊 秦捕道 你怕什么呀 我们当捕头的有句话 铭枪一躲 案件难防 不怕江阳大盗 就怕低脾流氓 有道理 说了半天 这位后台这么硬是何方神伤 东昌府首富 徐武 徐武爷 本地的首富 为富不仁 他府上养了很多门客 各个武功高强 要真是他 我觉得今天这一出 就是他们诚心的 甭说大人您了 换谁来 都会给他一下马威 不过大人 我觉得您 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谢谢两位 但是 我觉着 谁犯王法 谁害怕 走 各位大人 来 诸位大人请坐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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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今日请诸位大人光临社下 一来是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这二来 兄弟我最近遇到 一件棘手的事情 还求助于各位大人哪 什么事啊 说 哎 徐五爷 太客气了 您有什么事您就说 我们就办 您看 在座的 这东昌府大大小小的官员 都在这儿 我就不相信 没有办不了的事 嗯 您说是吧 对 对对对 对 好 既然大人这么说了 那徐某 也就不瞒诸位大人了 哎 前不久 有个人 拿着徐某顾交的书信 前来投奔 好 诸位大人也知道 我这个人啊 就是爱操心 操不完的闲心 于是啊 我就留他在府中 作为一名门客 可是谁知此人 生性卑劣 竟然背着我 看下伤天害理的事情 徐五爷 您这位门客 他干什么犯法的事了呀 他 他与人通奸 而且 还杀了人家的赵 就这么点事啊 我以为多大个事 不就杀个人吗 我手下那么些人 谁没杀过人哪 是吧 是 是 是是是 所伦图大人 您手下的弟兄杀人 那是效命于朝廷 可此人 是杀人害命 都一样 都一样 你就跟我们说 需要我们怎么办 把这小子保下来 若能如此 那真是太好了呀 毕竟 他是 徐某的故交之托呀 行了 行了 这事就交给我了 对了 大哈苏 所大人 现在这个东昌府 谁是知府啊 是刘雍刘大人 刘雍 他不是在督察院 当左渡御使呢吗 怎么跑到东昌府 当知府来了 他是被贬官之子 这小子 苏大人 如果此事难办 就 不不不 不难办 不难办 这个刘雍啊 跟我是老相识了 是老相识 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我不相信他不给我这面吗 是 太好了 走啊 杜大人 兄弟敬品一杯 好嘞 好 来 来 杜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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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好好 什么 有人要害老爷 对 应该就是冲着刘大人来的 还好我让你跟着他 否则是多危险 没错 这次哥哥的决定 还真是明智 不行 我不能让他再待在东昌府啊 可是现在刘大人 已经在办案了 半途而废的话 有损颜面吧 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你别管了 我这就去找他 他有事不跟我回京城啊 看我怎么收拾他 大人 亲捕头啊 你们这东昌府 就不能有小点的案子 嗯 大人 卑职以为暗无大小 如果大人实在为难 我倒是建议 可以不了了之 好主意啊 可是亲捕头 本府已然在乡亲们面前把牛吹出去了 三天之内给人家破案 到时候不了了之 本府颜面何在呀 大人 家嫂知道我恢复原职 特地在宾满楼设下一杯博酒 不知大人能否赏光啊 谢谢你吧 本府有公务在身不便前往 但是 你可以去 你去 没问题 谢谢大人 去吧 大人 您不觉得这亲捕头怪怪的吗 哎 一人不用用人不宜 我相信他 只是他目前呀 还不完全相信我 雕雕 夫人 你明天就跟我回京城 恭喜景牧头 官府原职啊 恭喜恭喜啊 同喜同喜 请 请慢走啊 回见啊 武子呀 葛川 过来让我看看 姐 怎么样 可以呀 有那么点意思啊 姐 我都想给她退回去 为什么 哎 我当一捕快 一点油水没有 连顿好的都吃不上 瞧你那点出息 别抱怨了 姐在上面给你们摆了一桌 上去看看 那我们去了姐 知府大人还没来 不准偷吃啊 知道知道 不许偷吃 知道了 秦大哥 嫂子 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我以前就愿看你穿官府 谢谢嫂子 刘大人呢 刘大人今天公事繁忙 她有可能过不来 要不咱们自己吃 哦 那行 咱自己热闹热闹 哎 好嘞 走 呦 大人来了 大人 这楼上都准备好了 是啊 快上去吧 呃 我不是来吃酒的 呃 借贵宝弟躲一下啊 请不动 夫人 夫 夫人 哎 不是 那 这 什么意思啊 夫人 您消消气 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夫人 您这是找谁啊 你们见到知府大人了吗 嗯 没见着啊 子枫 给我搜 想啊 去把老爷找出来 呃 哥哥 人家做生意呢 不合适吧 什么合适不合适啊 我让你搜你就搜 夫人 您是怎么了 生了这么大气呢 你谁啊 哦 我是这家酒楼的老板娘 你放心 今天所有的损失啊 我赔 哦 那行 那您看这样 我现在把客人啊 都请出去 然后咱们把门关上 您要是还不消气的话 就算把我这小店砸了 那我也认了 您看成吗 这夫人站着说话半天了 秦大哥 给夫人倒杯水 哎 哎 夫人 您这边请 咱们休息一会儿 请 来 夫人 夫人请 请 夫人 您喝点水 笑笑气 夫人 您说 这刘大人 毕竟是我们的父母官 您今天来这儿找他 弄了这么大的阵仗 您说让其他百姓看见了 戏里该怎么想啊 这刘大人 日后该如何为官呀 您说是吧 快 坐下说 你说我管自己的男人有错吗 我总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置身于危险当中吧 是 夫人 您说得对 这男人就得管 不管不行 但是夫人 您是不知道 我们这个东厂府啊 之前历任的知府 一任比一任差紧 但是刘大人来了之后呢 确实为我们百姓做了不少的事实 我们还指着刘大人为我们做主呢 所以夫人 您就看在百姓的面上 给刘大人留个面子 等等等等 我替你上菜 对 去吧 来 夫人 知府大人 光顾跟我生气了 连午饭都没吃 刚出锅的土豆丝 夫人请用 你还知道出来呀 我告诉你刘勇 以后啊 你跑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是 是 夫人 哎 请不动啊 好像我听你说 今天你贝德伯九 要为你庆祝官复原职 早就准备好了 可否请夫人 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啊 好 来 夫人 请 行 端上那土豆丝 来 拐着 好嘞 老爷 咱们说说这案子啊 总共呢 两案子 四个人 是吧 咱们先说说这关键人物 黄碍玉 这黄碍玉啊 勾引奸夫 谋害亲夫 这个事基本上是定的 而且 这是本府亲眼看见 亲耳听说的 是吧 至于说奸夫是谁 咱们先撂一班 不提 咱们说这道尸案 那么根据上午 地下留下的脚印 还有秦捕头提供的线索 基本上这人咱们锁定铁脚李 我查了一下 铁脚李这个人呢 生性残暴 贪财好色 而且 基本确定 他盗走了更大的尸体 这些都是确定的 老爷 老爷 怎么了 老爷 索轮途前来拜访 他到我东厂府来干什么 不知道 大人 此案人私交甚密 每次索轮途巡视东长营 都会与许武私下碰面 索大人 好久不见 有识愿赢 有识愿赢啊 索大人在这儿呢 你 你瞧我这脑子 索大人 你海涵 海涵 海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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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相识这么多年 你这个什么眼神啊你 什么老相识 咱 咱哪见过呀 不是 刘勇啊 这么些年 我没得罪过你吗 不 您怎么说话索大人 您得罪我 我也不敢跟您实礼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您 您提个讯 提个讯 告辞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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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大人 您这人 这不是跟您斗呢吗 您这不识斗 您不识斗 这人不识斗 你说你都多大这人了 怎么还这么没正形呢你 您不打不绕不热闹吧 开玩笑 来 里边行 索大人还在泰安当知府呢 是吧 还不是 你到底认不认识我呀 认识啊 泰安知府所轮土所大人嘛 谁也不知道啊 好 六佣 好一个泰安知府所大人 我看咱们俩有必要 重新认识一下呢 有 有必要吗 闪 这 闪 闪开 卑职 东昌知府刘庸 拜见总兵大人 刘庸啊 我以为你现在在狂的 连字都不认识呢 那总兵大人说笑了 行了 起来吧 多谢总兵大人 刘庸啊 你了解我这个人啊 我这说话办事 不会绕我案子啊 直来直去的 我这次到你这儿来 我是到你这儿求个人情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面子 聪明大人 就没这个话 您有什么吩咐 您说 我想管你要个人 谁呀 草民学武 拜见知府大人 你啊 不 你 你瞎询问什么呀 总兵大人在这儿呢 你有什么话说 好 关于黄爱玉与人通奸 谋害亲夫一案 草民知道真凶是谁 你知道 谁呀 是草民府上一个门客 那你把它领来吧 知府大人 这个门客啊 是草民的固有之托 所以 还望大人网开一面 谢谢 o monde 谢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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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混的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 行了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好 放心 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 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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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说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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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带茶带茶 快 二堂带茶 走走走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 大人 嗯 这些银子就有侮送的呀 那您就收了 不要白不要啊 不是 可是这 没什么可是啊 本府出道东窗 什么都没带 除了一口破锅 连点家当都没有 这不是 正好钱来了嘛 咱也办点家当 是吧 嗯 那那个黄爱玉的案子 还查吗 没说不查 那田小李的道士案呢 哪呀 都得查呀 大人 之前被指建议您此案 不了了之 实属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还请大人原谅 秦普通 怎么了 你以为我逗着你玩呢 那 那这徐武送的银子 您还真收啊 那怎么着 我还给他送回钱是怎么着 嗯 不是 那现在怎么处理这批脏银呢 不跟你说了吗 治本点家当 你们那想什么呢你们 你们真以为本府是个赃官啊 我要是个赃官 我能被贬到这东厂府来 我说治本点家当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啊 我是说给衙门 治本点家当 孟南姑娘 你看那天你晚上偷偷上师房 去检查胡江的尸体 那么容易就进去了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咱们缺人手 我还真是 哪天万一丢一具重要的尸体 咱不就抓瞎了吗 还有啊 我看了看这个东厂府的卷宗 奢欠甚多 当然 这是上任之父留下的 我可以不认 可是仔细一看 除了是本地的商人 就是普通老百姓 你这钱你老欠着人家 人家人心不安哪 大人所言即是 行了 咱们这么着啊 专款专用 定期的 咱们做公开明示 这行了吧 收起来吧 才去人安乐 老爷啊 准备好好睡一觉了 大人 那还接着分析案情吗 甭分析了 还分析什么呀 许武现在正忙着给咱抓人哪 早上 算这么多 你们去吧 你们去吧 为了 你看 我要去吧 给我去吧 我没有去吧 这一大早还跑去坟地 盗取为你杀害人的尸体 我看你这本事 可真是不小啊 你他娘的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 再说 就算是我干的 咱们同为徐武爷府上的门客 你有什么权利抓我 大吴 我没有权利抓你呢 徐武爷 你叫李 你也以为你干的那些龌龊事我不知道 这里可是东昌府 徐武爷 朕 住口 有你说话的时候 闻天报 兄弟们 给我招呼招呼他 兄弟们 兄弟们 你用这个看 看得清楚 你拔出来 拔出来 抽出来 快 太小了 不是你拿反了 哎呀 你这样 这样 我后悔了 小fare 草 他 人 快 他 你 啊 啊 啊 哎呀 想不到 徐武爷的府上 还真有不少高手啊 让人大开眼界喽 哎呀 大人见笑 这不过 都是一些三角猫的功夫 哎 徐武爷谦虚了 就这些个高手 随便拎一个放在我的军营里 那都是难逢敌手啊 哦 如果大人需要 随时开口 嗯 那倒不必 哈哈 哈哈 你现在买卖做大了 手底下有几个高手 也是一种宝库嘛 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啊 啊 哪里哪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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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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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呀 你的招 我太熟悉了 好了 先把他关入柴房 等他醒了 我再亲自 带他去衙门之尊